兩個母體的呢 還剩下最後一個部分 它叫做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的統計推論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是成對母體 現在看的都是兩個母體囉 等我們兩個母體看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看到多個母體 就是一次比到三間工廠 或三個不同教學法 或多間工廠多個不同教學法 那時候就必須用到便利處分析了 那我們現在還是兩個母體的 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兩個母體呢 例如呢 像什麼參加減肥計畫有沒有 減肥前跟減肥後的體重 這個電視最常看到了 在大概十年前的時候 台灣的廣告會跟你們現在廣告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個電視台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怎麼轉都是減肥廣告 現在也是啦 那還有什麼動動機啊 什麼我自己也有買一台 什麼就在上面就一直動一直動一直動 那種動動機 那你要知道那個動動機有沒有效呢 就是找了十個人對不對 然後減肥前量一下 然後再上去動動機 每天動幾個小時 然後作息都一樣 然後再來減肥後再做一下測驗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知道減肥前跟減肥後的差異 那你會發現減肥前跟減肥後都是同一個人 所以他叫沉對的沉對都是同一個人 好再來就是病人接受新藥治療 這個很常用 像癌症啊等等這些藥物的治療 使用前跟使用後他是否有顯著差異 那都是同一個病人嘛 他使用了某一種藥 所以他也是沉對的 再來呢在教育統計學上面最常看到的就是教學法 不同的教學法 我現在呢有一批人 然後他用了某個教學法之後呢 他的成績 那這樣子他會不會有差異 或者他做了什麼補救教學之後 他的成績跟補救教學前的成績 那會不會有顯著的差異 這個叫做沉對的 好 所以課本沒有這張圖 你可以把它畫下來 就是呢 沉對的母體呢 像左邊 左邊這邊呢 就是他告訴你他有兩個 一個是S1 一個是S2對不對 有兩個母體 一個是S1 一個是S2 那母體的話呢 是從什麼 第一個1到什麼 到1N 這麼多個人對不對 那沉對人的個數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第二個母體的第一個人叫2E 最後一個叫2N 那這兩個其實是同一個人對不對 S1跟S2 如果剛剛減重的話是同一個人 前面是減重前後面是減重後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想要知道減重前跟減重後是否有差異 或者補救教學後跟補救教學前是否有差異 所以我們需要看什麼 他們之間的差可以嗎 第一個人的差 第一個人差就是拿1 減掉2E 最後一個人的差就是拿什麼 1N 減掉2N 這樣就可以知道他減肥前跟減肥後是否有差異 補救教學前跟補救教學後的差異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是母體的 但是我們通常呢不做母體的對不對 我們通常做什麼 做抽樣的 所以我們會做抽樣出來的結果 那抽樣出來結果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樣有S1 S2E 好這邊用的是小N 小N是抽樣出來的結果 好 好那也是一樣看他的差 你們看到D1 一樣看到DN 來我告訴你課本在哪裡 因為人在另外一方 課本的 111頁 我都看到同一組對象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那母體的平均數 好那母體的平均數它是長什麼樣子呢 他是長Mu1跟Mu2 第一群跟第二群對不對 好 那母體的平均數呢 他就是 他們之間的差就是Mu1 減掉Mu2 那就是什麼 平均數的差 所以我們叫MuD 可以嗎 叫MuD 好那你如果是樣本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什麼 S1 減掉S2 那這一個呢我們叫什麼 叫D bar 可以嗎 樣本的平均數 X的平均數叫D bar 所以X的平均數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些全部加起來取平均 減掉這個加起來取平均 這樣可以嗎 或者把所有的D加起來取平均 這樣就是你的D bar D bar 好那我們現在想要知道什麼 我們現在最主要想要知道的是 他們就是 就是 減肥前 用減肥最簡單 減肥前跟減肥後 是否有差異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是這個減肥前 跟這個減肥後的差異會不會很大 所以我們的虛無假設會假設成他沒有差異 然後沒有差異之後呢 如果我發現這個值夠大 我就可以把他冷卸掉對不對 就可以變成他有差異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最主要是要知道 Mu1減掉Mu2會不會夠大 夠大的話代表你這個減肥方法有效 好 增肥有效 也是有差異的 好 越減越肥 好 這是我的心聲 通常減肥一開始 我有講過吧 我有減過 就是我第一次減肥是為了追女朋友 我第二次減肥是為了結婚 派婚紗 再來就沒有動力了 你看減完之後一樣胖回來 所以沒有動力就一定要吃飯回來 好 我們來看平均數 來差的平均數 第一是什麼 還記得嗎 第一是第一類的第一個樣本 減掉減肥前跟減肥後的差異對不對 寫錯了21 好減肥前跟減肥後的差異對不對 好 第二個呢 D2是什麼 第二個人 不對吧 21 對21 好 好 這是什麼 第一個人 減肥前跟什麼 減肥後的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點點點下來 好 DN呢 DN是什麼 DX1N 第一群的減掉第二群的DN個人 對不對 好 這樣可以嗎 減肥前跟減肥後 好 那你要知道他差的平均怎麼算 就是把所有的一萬掉DN全部加起來 注意N 這叫廢話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平均 好 平均算完了之後呢 他的變異數 變異數就是什麼 就是每一個DI 去減掉什麼 減掉他的平均的平方 那因為去掉了一個什麼自由度 所以你要除以誰 N-E 這樣可以嗎 這個好像也是廢話對不對 好 那這個可以變成什麼 可以變成是 你還記得嗎 上面這個可以變成什麼 DI的平方減掉N倍的D bar的平方 可以嗎 我們來試試看 Simension I從1到N DI減掉D bar的平方 這會等於什麼 這在統計上這個做法非常的常用 而且又非常的簡單對不對 第一個先把平方展開 DI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DI D bar 加上 D bar的平方對不對 好 那前面呢一樣是什麼 和 I從1到N DI的平方 減掉來 這個跟I無關 所以兩倍的D bar可以提出來 那變成 Simension I從1到N DI對不對 加起來 對嗎 好 然後加上什麼 D bar的平方 總共有 N的 對 非常的好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又可以換成一樣的 這個地方是誰 這個是也是N倍的 D bar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 減掉兩個D bar平方 再加上一個 減掉兩倍的 ND bar平方 再加上ND bar平方 所以剩下減掉一個 ND bar平方對不對 所以就會等於 Sinvention I從1到N DI的平方 減掉 ND bar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把分子的部分呢 給證明出來 分子的部分就很簡單 那分子的部分 這樣子做是因為他比較好算 因為你一開始就必須要算什麼 算D bar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算N乘以D bar的平方 那前面的那一項就是把所有的每一個的平方 再全部給他 加起來 好 加起來 好 這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呢 他的呢 你的什麼 統計量 統計量就有分成兩個了 一個是大樣本的統計量 跟一個是小樣本的統計量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 大樣本的統計量就是 D減掉MuD 通常我們的MuD會變成是 0對不對 好 通常MuD是0 為什麼 MuD MuD是什麼 是Mu1減掉Mu2對不對 那我們 希望什麼 我們希望知道減肥前跟減肥後是否有差異 所以我們的虛無假設會測成 減肥前跟減肥後是沒有差異的 所以辦法拒絕掉 當減肥前跟減肥後沒有差異 這兩個一減就是0 所以通常我們的MuD都是0 比較簡單的 好 所以就是D bar減掉MuD除以Sd 都跟以前一樣對不對 這不是D分數嗎 對不對 減掉0除以2除以低分數嗎 都一模一樣對不對 只差在哪裡 差在一個是小樣本 就要用T大樣本 就用V 就這樣而已 好 好 那你的這個呢 你的這個Sd呢 這個標準差的估計值呢 就是原來的Sd除以根號M 跟以前都一模一樣 對不對 我們以前也有算過這個S除以根號M 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現在呢有32個人的射擊小組 經三天的集中訓練 他想要知道訓練前跟訓練後是否有顯著差異 就是訓練前跟訓練後的是否有顯著的差別 有沒有 沒有辦法提升他射件的潛著的差別 好 所以我們把這張表列出來 好 這張表課本有 所以我就列出他部分的 課本是在 112頁 有沒有看到 112頁有這張表 第一個人呢 序號1呢 他訓練前的成績是42 訓練後的成績是40 所以他們的差呢 是42-40對不對 所以是2對不對 差 那你訓練完差之後 來剛剛的公司告訴你 你要再算誰 剛剛的公司告訴你 是不是還在算這個平方 對不對 有沒有還在算這個平方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除了算差之外 還要再算什麼 差的平方對不對 對2之外還要再算 他的平方4 可以嗎 好 再來呢 32號這個人呢 訓練前是49 訓練後是45 所以兩個之間差4 4的平方是16對不對 好 那我們需要有什麼 我們不是需要有和 di的平方嗎對不對 i從什麼 1到n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是多少 1584對不對 那我們還要再算什麼 還要再算d bar對不對 還記得嗎 我們要算d bar d bar是什麼 d bar就是全部的加起來 除以n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一條 這一條要全部加起來 所以是78 這樣可以嗎 好78 好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算了 第一個 我們先算d bar d bar最簡單的 d bar就是把這個和78 8 除以 32對不對 答案是多少 啊你啊 高高沒有 算 嘿嘿 我沒有帶計算機 21 2.44 謝謝 今天急著出門沒有帶計算機 2.44 好 那d bar的平方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2.44的平方對不對 哇2.44的平方 5.95 好 謝謝 非常的好 5.95對不對 好 那這個式子呢 你的sd呢 會變什麼 sd前面是di的平方 全部加起來 所以是1584 減掉 32 乘以多少 5.95 可以嗎 好 然後再處理 n-1 n現在是 32 所以是拿 32-1 好這個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個算出來是 不比沒有 多少 44.95 好 謝謝 所以這算出來44.95 非常的好 算我們問題 好 這個都會算 好 算完了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 來 寫出所有假設 我們的 H0是什麼 H0是代表 訓練前 跟訓練後 是 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跟什麼一樣 就是我們 假設我們的 MuD等於多少 MuD就等於Mu1 減掉Mu2 訓練前跟訓練後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MuD是 0 這樣可以嗎 你訓練前跟訓練後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好 再來 H1 H1就是代表 訓練前 跟訓練後是有 顯著差異的 這樣可以嗎 有問題 你也可以跟課本一樣用不等於啦 我們通常是希望 有的時候是希望 有的時候是希望 像課本那一個 課本通常是這樣寫的 我們訓練前比訓練後大 那他的 對比訓練後要比訓練前大 為什麼會這樣寫 為什麼會這樣寫 課本怎麼跟我寫顛倒 我知道為什麽課本寫顛倒 你看112頁 這個我又沒有注意到 謝謝 因為我同學表現出遺魂 前面是訓練後 後面是 訓練前 好 對不起 剛剛沒仔細看 難怪你沒有遺魂的表情 所以呢 我們是變成什麽 我們是假設訓練前 如果你要做 虛假設是要 假設訓練前 比訓練後來的 大對不對 對例假設是什麽 訓練後比較 大 訓練後比較大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剛剛講 我們 我都盡量出等號的 跟不等號的 好不好 小一等於 跟大於的 就盡量不要出 這樣比較簡單 可以嗎 盡量出等號的給你 好 再來 我們檢查我們的統計量 來 當你檢查統計量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統計量 你總共有32個人 是不是大於等於 30對不對 所以它是屬於 大樣本的情況 所以大樣本的情況 你的統計量 就要用 READ的 OBS 對不對 好 READ OBS 好 READ OBS是誰 是 是誰 是 D bar 減掉 μD 除以 S D bar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那μD現在是0哦 所以D bar是誰呢 D bar是剛剛同學我跟我算的 2.44對不對 2.44 那Sd bar是誰呢 Sd bar是什麼 是 sd 除以 所以你要再幫我算一個 sd sd就是什麼 −44.95 它會等於 2.7 6.7哦 剛剛好了 還有一位 還有好多位 各位再講一位 6.7 6.70 好 那就6.7 對對對 6.70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就可以得到這裡是6.70 除以 √N √32 所以這個 這個答案有 這答案可能有 2.057對不對 好 這算出來是 2.057 有問題 你算一下 這對的 對嗎 差不多 好 好 所以我們的P值 就會等於什麼 P值就會等於我們的機率 我們的D的值 大於多少 大於2.057對不對 好 大於2.057 那2.057呢 我們現在顯示水準是多少 0.05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 如果我們現在是雙圍 雙圍的話呢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現在顯示水準 α是等於多少 0.05 0.05 就是在這裡對不對 α是0.05 那α是0.05 代表中間是多少 百分之 95 百分之95 代表這個點是 1.96 這個是負的 1.96對不對 大家很熟有沒有 如果出這種幾乎都不用查表了 那你現在算出來的是多少 是 2.057 2.057 所以是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兩邊的面積 兩邊的面積 小於 小於什麼 小於 比pr 立的絕對值 大於 1.96對不對 就會等於多少 0.05 這就是我們的α對不對 所以它是幾顆星顯著 幾顆星顯著 所以它訓練前跟訓練後會有 顯著差異 好 那如果是用到小於你應該怎麼辦 如果用到小於的話 你的就是單位 檢定對不對 好 你們先拖完這個部分好了 好 我寫黑板 才不會弄掉 我覺得剛剛不是不光我怕黑板 好 如果我現在呢 我的S0呢 就是 V1 訓練 後 小於等 訓練 顯 就是沒有 我們先拖 以來 好 那你的 H1呢 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V1 訓練後 大於 訓練顯 記得V後 就是 V1 好 然後E3 點放上 你看 好 那這時候也是一樣喔 來 你的D的OPS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呢 你在做什麼 你在做ESale的時候 它出來是不是有兩張表 一張是單位 一張是雙圍對不對 你ESale跑出來做一個單位 就是雙圍嗎 它兩個都給你 因為它的粒子長得都一樣 它一樣 V-bar -E1 然後 XV-bar 對不對 所以它一樣算出來 2.050 它也說它都一樣 那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我現在想要看的是 ER 我的粒子 沒有絕對值 所以它是單位的 沒有絕對值 我的粒子要大於 2.050 我的粒子要大於2.050 這才是我的粒子 這是單位的 好 然後我寫住 R1 好 所以你的訓練則是這樣子 我現在是單位的 所以我的α是在這裡 α等於多少 0.05 對不對 只有單位 所以這整塊的面積是多少 95% 瓜瓜你的主編都洗 可以嗎 所以現在只剩下單位 好 那這邊擦好了嗎 擦好可以看表 好 我們看這張表 這張表的中間是0 所以這張表是從中間開始算面積的 好 當這裡是0.05的時候 表示這一塊是多少 0.45 那0.45你的零介值呢 零介值是誰 要查表 裡面是 0.4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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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9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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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65的話呢 就代表 這個值 我們剛剛算的這個值是2.57 所以它一樣是錯在哪裡 就在這裡對不對 2.57 對不對 2.57 這是我們的2.057 這是我們的觀察值 所以它一樣會小於 1.57 3.57 我們的利值 大於1.65對不對 那這塊面積換出來是0.05 這是我的金色平均的塔板 所以它一樣是 顯度對不對 對 因為它這一個 這個大 的機率很小 那我算出來 它很大 所以它是顯度 可以嗎 好 这就是单轨 所以单轨跟双轨就差一点 所以你是要跑出来之后 会跑出两个 有那个单轨 一个双轨才容易 所以如果要检测单轨 就用上面那一个 如果要双轨就用下面那一个 可以吗 好 那课本写的是这个单纹 1.6 在课本的114页的最上面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再往下 好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他只有五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去参加一个田径比赛 田径比赛 我想要从班上里面 跳出精英去比赛 对不对 那我不太可能呢 全班的人都跟着一起训练嘛 所以你们以前小学或中学 你们叫小学 对不对 中学 或者叫 你们叫高中是叫 就叫高中 跟我们一样嘛 所以小学 中学跟高中的时候呢 是不是班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人物 会被抓去去训练的呢 他班上常常都没来上课 他都一天到晚在操场做运动 那就是那些要去参加比赛那些人 所以那些人是少数的人 所以他是小样本 对不对 你只有抓出五个人 那五个人训练前的成绩是18 17 16 15 15 训练后的成绩是14 13 14 12 13 我确定一下我到底有没有答错 所以我是把两个写颠倒了 这是课本的例子吗 课本哪里在哪里 128页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一题 128页 不是应该不是 我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 我一定是打颠倒了 怎么会训练后的成绩 都比训练前来的差 所以我是不是打错了 这应该是训练 这应该是训练前 课本可能没有这一题 这题我可能是从另外一本去抓的 这是时间吗 这个是时间吗 国字写训练成绩呢 我没有课本 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我没有拿另外一本课本来 因为我不太会跑步 白米通常跑多少秒 13秒 所以这个秒数是对的 所以他应该是时间秒数 对对对对 好谢谢 好 所以他应该没有错 应该是训练前跟训练后 他应该是跑步的秒数 跑步的秒数 你看我连白米跑几秒 我都不知道 这运动神经有够差 他们都叫我去打球 他们最近不在比轻排球吗 那我在台湾真的没有见过 气排球 气排球 就没见过 我在台湾没见过 那球那么轻怎么打 看一下就可以了 别人也看一下就回来了 好来 所以他们成绩的差呢 一样对不对 4423就直接相减对不对 好一样的低平方 1616494对不对 都一模一样哦 好这课本没有了 好 所以我们一样要算什么 要算他的核对不对 好要算他的核 他的核加起来是多少 8 10 8 10 15对不对 15 好 所以他的平均是多少 平均我写在上面好了 平均就是 15除以5 所以是3 可以吗 好这很简单 对不对 好是3 好所以这个是3 好平均是3呢 3的平均就是9 我那时候抓这个例子 是因为觉得这个例子很好算 好像不用计算机就可以算 我猜啦 我有点忘记了 好来 再来 另外我还在需要算什么 di的平均 再把它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的话是多少 20 40 49 真的 49 好好算 对对对 好 所以你的SD是什么 SD就是 是每一个核的平方 减掉多少 5乘以 15 除以4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多少 49 85吧 我打错了 对不对 5525 75啊 75啊 对答 这么多嘴我听不清楚 我前面打错了 对不起 D8是9不是15 对谢谢 谢谢 谢谢 所以9545对不对 所以出来是4对不对 所以是1 所以这一集真的很好算 没有错 D是1 好 是1呢 因为它是小样本 因为它是只有5嘛 对不对 小于30 所以它是小样本 所以小样本呢 我们一样 来 所有假设训练前后有没有差异 我假设它没有差异 那没有差异就代表什么 μD等于多少 0 对不对 好这个意思 好 那对立假设就是什么 训练之后有 差异 对不对 好训练之后有差异 好你的统计量就变成是T的OBS 因为这一集是最简单的 OBS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你的差 差是3 对不对 在这里 所以变成3减掉 0除以你的标准差是1除以根号N 1除以根号N 根号5 对不对 好这里就难算 这里就难算一点 3除以多少 3乘以根号5那是多少 还是要算出来 我算出来没办法插表 2.76 6.76 谢谢 6.71 哦 我等下那门课怎么上 6.71 好那我们的P值呢 P值就会等于是PR 我的T的绝对值大于6.71 对不对 好P的绝对值大于6.71 我先要看显著水准是0.05 但是我的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就是5-1 4对不对 好 所以我去看一下degree of freedom alpha是0.05 双尾是0.05 对不对 然后degree of freedom是 是什么 2.776 它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下来 这个地方下来 两边的面积是 alpha 等于0.05 这个值是2.776 这个值是负的2.776 对不对 好那我们刚才算出来值是多少 6.71 所以6.71很明显大太多了 对不对 6.71 这是负的6.71 这两块面积实在是太小了 对不对 发生的几率太小了 所以发生的几率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拒绝掉 是吧 虚无假设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会小于pr t值 大于 2.776 对不对 好2.776是多等于 0.05 等于 alpha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颗星的 显著 这样可以吗 好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告诉你 眼镜训练前后是有差异的 眼镜的训练前后是有差异的 好 应该没了吧 这里OK吗 可以 好